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看一下這個是牙 我們剛才講了一次生長就是牙的生長 於是我們看這短短的一個字條上有八個牙 這個最上面這個叫頂牙 旁邊這個叫做側牙 當樹健康的時候 它為了生存的競爭 它的生存競爭是什麼 需要光合作用 所以它要比高 比別的樹高我就有陽光 於是頂牙的生長很重要 這個時候頂牙在健康的生長的時候 它會分泌很多的荷爾蒙 來壓抑側牙的生長 叫生長樹 這是它主幹 這是它側枝 側枝長長以後開始二次生長長胖 主幹也長胖 側枝也長胖 主幹再長胖 最後是不是在這邊形成一個三角形 於是樹為什麼可以 剛才可以講 它矩這麼長這麼重的一個力矩 不會斷掉的 第一個原因 就是它身體裡面打了一個很大的椎體 所以我們講說 我們叫做一次測枝 就原來長 正常的牙長出來的原生測枝呢 它長一個三角椎在 可是呢 其他的被壓抑的這些牙呢 就死掉了嗎 沒有 當這個呢 這個頂牙被砍掉了 或者是死亡 或者是受傷的時候 這些呢就會從這邊寫過來 寫過來 各位看這個是有這個抑血結構三角椎的 對不對 可是這個潛伏牙是不是黏在皮上而已 黏在皮上 所以颱風來的時候 請問哪個字條會斷掉 當然是這個字條會斷掉了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在很多的時候呢 反對在修剪樹木的時候 把樹木斷頭 因為當你把樹木斷頭的時候 它就把潛伏牙呢 又化出來了 就會形成這種沒有結構的枝條 那另外我們來看這棵樹 這棵樹呢被斷頭了 被斷頭以後 這個趕快長出這個潛伏牙 長兩隻 長這個出來 各位可是我把它剖開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呢就是這裡 這個地方有沒有剛才講的三角結構 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這裡 有沒有三角結構 也沒有 我們通常會把樹斷頭的位置 是不是都很高 將近七八米 十米以上的樹 我們修剪不到了 會害怕這個會斷掉 就給它斷頭 於是在十米上 有一個像這麼巨大的一個枝條 只有黏在一層皮上 颱風來的時候會不會掉下來 掉下來會砸到人 砸到車子 所以當我們把樹斷頭的時候 我們不是在製造樹的傷害而已 我們在製造公共危險 所以我們在想 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綠化到底出問題 出在哪裡 可能在這方面的知識上面 很有問題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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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